嗨,大家好,我是飞飞队,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那好,今天我们先从PiNetwork的第一只推特去看一下 那今天呢,PiNetwork发了两只推文 第一个推文就是复图去讲述了 这个PiNetwork现在的这个登录的一个地址 那么是一个防骗提示 他就说为了去避免你的派账户的 派币的流失或者说被骗呢 那么保护好你的账户或者密码 你的密码只能在派的浏览器里面去输入 他这提供的这个地址 就是派钱包的这个地址 然后呢,才能去进入 所以说一定要非常小心 那么诈骗者呢,一直在模仿或者创建 假的派币的一个钱包登录页面 那么并获取派先锋里面的钱包密码 并窃取他们的派币 那这个账户它是以防患于未然 我认为是防患于未然 因为现在整体的情况下 大家去登入这个派的钱包里面的话 大家币量是没有去迁移的 那么如果说你的币要去被转移走的话 要去等到你组网之后 或者说你等你的这个派币 能够迁移到这个组网的过程当中 过完KYC之后 你才能会被别人转走 所以说派的这则推文呢 它相较于是一个防患于未然 所以说我下面我也跟大家去留言 跟派的项目发留言 我说在区块链的世界里面 永远不去骗局 当然在派的这个社区当中 也是存在非常多的骗局 那么甚至有的骗局非常低劣 但是也有人相信是吧 那么同时在整个人类的环境当中 也存在着非常多的骗局 所以说不管如何去区分 我们应该去 在区块链世界也好 还是在派币的世界也好 还是现实社会也好 一定要去学会去分辨 或者说是去避免 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 所以说派的项目方 这样去做呢 应该还是以于说 要提前把这些信息告诉给社区里面 让大家呢 防患于未然 是一件比较好的事情 那么另外我们再看一下下面派友的一个看法 是吧 那么派友呢 就说他这个派友就说 在2018年12月以来 派没有任何的价值 没有黑客对诈骗派感到兴趣 比派好多了的项目 多的是 所以说没有必要去 因为这个派 他现在一文不值 所以说没有黑客去做 那其实是这样的 在我的这个看来 以看法啊 是如果说 作为一个正式藏的 像在区块链世界里面的一个诈骗者 或者说是在 整个人类社会里面的一个骗局诈骗者 那么他们肯定不会看上派 因为觉得派呢 他确实说现在没有价值 那么他骗局他来拿干嘛 是吧 还要冒比较大的一个风险 而且还要等 非常麻烦嘛 反正如果说你要诈骗一些派币的话 非常麻烦 对于正常的人来讲 因为他轻轻松松的去黑其他一个项目 他能够很快的见到钱 但黑派的话不一定能够很快见到钱 所以说 这个派network的这个项目方提醒的话 应该还是说提醒于 在派钱与内的这些骗局 这些人呢 他认为派币有价值 或者说他其实本来也就是派友 那么他通过各种手段 那么加上他自己的一些 做网站的这个能力啊 他就做出一个钓鱼网站 来钓去大家手中里面的派的账户 用户和闭 那么他钓了之后 他也有可能就说 不会说马上去操作它 那么他会等到真正组网之后 那么他先把这个钓到手之后呢 未来的时候 才去 在你能够去提币的时候 他才去操作这些事情 所以说你是不知道的 所以大家要清楚 如果说我们进入自己的钱吧 最好还是通过 他的这个官方界面去进入 那么同时在下面 也有很多派友去提交了一些 关于他们的看法 或者他们的想法 有的派友就说 他如果说不在派的应用程序上来 我们就不要去使用它 因为它就像银行一样 银行里面是永远不会打电话 问你的密码 或者账户信息的 所以说 真正的企业 不会要你去提供密码 或者期限一样的 所以说他感觉Pynetwork所做出的一切 那么还有就是关于下面 有很多派友在留言 就说 这是一个失败的项目 那么四年多了 没有任何进展 还有呢 就是关于有的派友就说了 他该偷 他要偷就偷走吧 我无所谓 因为到目前为止 他一文不知 不管怎么样来讲 他是没有价值的 所以说 有的派友就说 他偷走就算了 就觉得有点 恨铁不成钢 或者说破罐子破酸 你怕也让我们参与了这么久的时间 居然不值钱 你现在还告诉我们这个黑客 要来去盗取我们的密码信息 然后把我们的派币转走 他偷就偷吧 所以说这一派友呢 他还是有自己的一个 组件在里面 或者说他自己里面 还是有点 恨项目方的这个意识在里面 那好 还有关于下面呢 就讲了一些关于KYC的 还有说 有的人KYC需要帮助 还有很多派友就认为了 就是说 这已经经过四年的时间 他还没有去住 到底什么时候住 所以说每次这个项目方 去更新这些评论的时候 那么他根据他更新的 这个内容的不同 那么大家得到那个支持 程度也是不一样的 那比如说像上次的时候 去更新的一些推文 那么大家去质疑了 就说 你项目方搞了什么 什么时候主 什么时候KYC 是吧 那现在呢 他去做一个防骗提示 其实下面可以看到出 那么去支持的人也有 还有就是说 去帮项目方说话的人也有 那么但是 关于KYC或者上主网 这个声音呢 还是大量存在 因为这呢 是确实是一个主流的声音 就Pi Network 现在没有上主网 或者说没有让大家去 过这个KYC呢 已经成为一个主流的声音了 在社区当中 在整个的 Pi的参与者当中 就从全球的范围来看 他们每次发的 推特的这个 发完之后 大家的一个评论的 比例去看的话 那么就是说 KYC 是一块大的问题 那么主网是第二 其实大的问题 那么所谓 项目方所看到的说 大家去见生态的这一块呢 大家其实并 并不怎么去看好它的 或者说 所有的派先后呢 他们表示的一个态度 就是说 做生态这一块呢 现在没有任何的 派币价值 我去做这个生态呢 大多数的情况下 可能是亏 所以说 做生态这块呢 大家没怎么去聊它 你看这个 从大家的评论当中 就可以看到出来 是吧 那还有就是说 有的派语就会考虑啊 Penetwork 就是你每次去说的这些 都感觉起来是无关紧张的 就是官方去发布了一些信息 什么防骗提示 什么我们做了哪些 以前做过的事情 就是感觉起来 每次说的都是重话 就是说 以前讲过的东西 你再拿出来讲 或者说这些东西 非常低级的东西 你拿出来再讲 就觉得没有什么意义 那今天的话 我就主要还是 站在项目方的角度 去分析一下这个问题吧 因为我太多时候 站在派语的这个角度 去分析问题的话 那么就会看到一个 比较对派不友好的一个 情绪在里面 那么我们今天就尝试说 站在项目方的角度 去看待这个问题 他为什么会做出 这么低能的事情 或者这么低级的事情 就是说这些看起来 这种比较低级的骗局 那么大家都知道 如果说正常能够在互联网里面 去玩了比较久的 那么都知道 现在的网上的钓鱼网站也好 非常多 那么进入呢 一定要进入自己的官方网站 那么或者说去 你要去下载东西 或者说进入你的 钱包地址 一定要证准它的官方地址 这一点是对于很多的 去互联网上面 用了比较久的人都知道 而且现在的这个 大的环境里面 就是说大家对于互联网 其实并不陌生的 所以说这一点 感觉起来有点多此一举 那项目方为什么这么说呢 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 在整个的官方的 发出的新闻当中 它都是不温不火 或者说是 甚至看起来有点乏味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 这样的情况 就是说 项目方要做的 就是说向下兼容 什么向下兼容 他要去做的 就是说 对那些最底层的人 或者说知识层面 比较低的人 做出他的一个解释 那么像这种的话 就相当于是比较低级的 就是谁都知道 应该去把自己的钱包 或者密码保护好 要不然你参与他是干什么的 但是他就是要把你当成傻子 或者当成低人去对待 因为这样的话 那么真正去需要他的人 那么看了之后就知道 这个东西 我以前原来没在 派到这个浏览系里面操作 那么原来这样做有风险 他就会在这里面去操作 而对于大多数的人 已经掌握了这个知识点了 或者说已经去理解了 这个互联网运行的机制 中途会有非常多骗局的人来讲 那这就完全是句废话 那所以Pine Network 他提出的这一句 对于大多数的 能够在互联网上 混了比较久的人来讲 他就是一句废话 但是他这样说 又表示说 对于那些不太清楚的人 又做了一个提醒 其实为什么叫做官方 那官方也是就是说 说出来的话非常正经 或者说甚至于说不通不一样 然后没有什么结论的一个事情 所以说就是叫做官方 那么我们讲到的互联网 大家在使用互联网的时间比较久了 那么也知道互联网 它是有记忆的 Pine Network 这个官方推断来讲的话 他也是想要去打造一种记忆 其实他要防患于未然 他做的事情 并不是说解决大多数的问题 而是说他保证最低的问题 就最基本的问题 就是让大家防止被骗 虽然说有很多人 已经知道如何放骗 那么包括进入这个钱包 这么简单的事情 很多人是知道的 但他也要把他该做的事情做到位 虽然你们知道 但是你们知道是你们的事情 我提不提醒 是我官方的事情 如果说我没有做这一步 以后真的有人 因为这个地址输错了 或者说在其他浏览器输的时候 被钓鱼网站钓鱼了之后 那么你就得有地方去怪 就怪这项目方 你做这么大的一个项目方 你为什么不去提醒这些派友 那么他这个防范于未然 从两种层面去讲 第一个防范于未然 就是说 对于这些不懂 如何去操作派钱包的这些人 那么防范于未然 让他们知道 原来在这里面操作是安全的 在其他地方操作 有可能是有风险的 有可能让自己的钱包密码 或者说是要给掉了 那么掉了之后 那么以后我这个派币 有可能会丢失 那么这层层面的去防范于未然 第二层面的防范于未然 就是说对于派一讲是好事的 就如果说未来真的有人 因为派Network没有发出的推文 没有去提醒大家 那么大家有人去出现 那种情况下 他就有怪罪的地方 就怪罪派Network 所以说派Network 可能也是为了给自己理清道路 清理出一条退路 以后谁还被骗了 通过输入的地址部队被骗了 那么这就不要怪了项目方 因为我本来已经告诉过你们 你们应该在哪里输 你自己不输的 那是你的问题 跟我项目方没有关系 所以说作为一个项目方来讲的时候 他说的话肯定是废话 但是他最后的本质目的呢 还是说保护自己 保护自己呢 不要被这个舆论所绑架 或者自己不被社区的舆论所去批评 因为项目方他面对的是一个团队 对应的是成千上万 四千多万的人 那么人多嘴杂 他为了去尽可能的去避免 他所做出的一些失误性的工作来 造成了一个对他的攻击 那像他的这种提醒呢 就类似于是一种温馨提示 也可以说是他的一个本质工作 应该要去做的 所以说看起来他非常无脑 也是非常低级 但是他也非得去做 就是这样的一个原因 所以说这来是我们从项目方的角度去分析这个问题 他为什么会发出这样的一个 比较低级的一个推文出来 是吧 那好 这个呢就是关于今天要去给大家分享的全部内容 那么以上的分享的仅仅是来源于我个人的观点 和我个人的看法 如果你有不同的观点 或者说不同看法呢 欢迎在下方评论留言 如果说你喜欢我的视频 欢迎点赞订阅并打开小铃铛 这样的话在视频更新的第一时间 你就可以知道 那好 今天就这样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